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發安卓的頻道 我是安卓 相信這幾天許多人都忍不住唱劉德華的一首歌 今天 懂了就懂 這首歌真的有點倒 但真的是等了好久 終於等到今天啊 特斯拉早算開放台灣可以下訂Model Y了 而且最快可能今年第四季就可以開始交車 讓意外的是它可能是由德國柏林工廠製造的 希望昨天晚上這場意外不會影響到台灣的朋友交車 相信許多朋友還在猶豫到底應該下訂Model Y 尤其對於還沒有使用過電動車的人 另外我在網路上也看到許多人說 特斯拉台灣的定價非常昂貴 導致許多人還在猶豫不決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哪些人適合或者不適合下訂目前這個版本的Model Y 另外除了Model Y之外 市場上還有哪些車輛 你也不妨可以作為參考 如果你覺得我的頻道對你了解電動車 尤其特斯拉對你有那麼一點幫助的話 希望在影片開始之前 可以在下面幫我按一個讚 就這麼一個簡單的小動作 對我就是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另外我的Model Y駕駛里程也來到將近3萬英里 也就是快要達到5萬公里了 想要知道我對於我的Model Y在開了5萬公里之後 有什麼樣的心得以及評價的話 記得一定要按下追蹤鍵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這支非常重要的影片 接著我們就來好好聊聊這款Model Y 到底適不適合你囉 在影片開始前 我想先提醒有美國斯拉瑪的觀眾 富途入金2000就送15股免費股票的活動 即將要截止了 對於像這種長期投資者來說 能在大盤下跌25%的時候入場 這真是10年難得一見的好機會 對於購買股票 還是覺得有點遲疑的朋友 就算你把它當作存錢 2000塊存兩個月 換15股免費股票 它的投資報酬率也遠高過任何銀行數十倍 這麼好的機會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記得一定要透過我說明欄裡的連結申請 才能符合獲得15股免費股票的資格喔 所有在台灣的觀眾朋友 引頸期盼等了兩年多 總算開放台灣可以下定Model Y了 根據消息指出 令人意外的是 台灣的Model Y 竟然是由德國柏林工廠所生產製造的 預計最快將有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 就可以開始交車 但昨天晚上柏林GIGA工廠發生了一起火警 好消息是 其我地點是在工廠的回收設施中 沒有蔓延到工廠內部 而且也沒有造成任何人員的傷亡 但是當地反對超級工廠開發的環保團體 想要利用這個機會要求地方政府 下令特斯拉GIGA工廠停產 直到查明火災的原因與真相 而目前特斯拉並沒有對這項火災發表任何的評論 所以各位台灣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注意一下這個新聞的後續報導 關於登台的Model Y跟其他地方比起來 它的選擇稍微受限 目前它只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長程版與性能版 而顏色的部分 目前只有珍珠白與純黑可以做選擇 純黑的部分則是要加價37500塊台幣 另外在輪框與座椅配置方面 目前是沒有任何選擇的 長程版Model Y搭配的是19吋 Gemini的輪圈 而性能版搭配的則是21吋的Uber Turbine輪框 在座椅的部分呢 目前是沒有7人做可以選擇的 另外大家關心的定價則是由台幣 將近230萬起跳 這個定價是不是真的非常高呢 待會會有更詳細的解釋 相信許多人如果真的下電的話 這可能是你人生中第一台的全電電動車 對電動車與傳統燃油車甚至油電混合車相比 它的優缺點是顯而易見的 其中優點的部分包含它的性能與動力 普遍叫加 而且加速平穩 另外行駛照應的部分 因為沒有引擎 所以肯定更安靜 除此之外它的保養與維修 也比傳統汽油車來的更加簡單 我的Model Y開了將近5萬公里 唯一做過的保養就是自己動手換過了幾次濾網 就這樣而已 而缺點的部分不外乎里程焦慮啊 電池的安全性 以及充電方便性等等的 但各位在台灣的觀眾朋友 對於電動車 如果你是擔心這幾點 或許特斯拉的Model Y 將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首先台灣地並不大 這兩款Model Y 都擁有超過500公里的續航力 雖然這是根據WRTP算法 比較美化了一點 但我相信絕對符合大家的日常使用 就算你是要拿來做長途旅行的話 特斯拉在全台擁有超過50座的Supercharger 這樣的密度加上這樣的續航力 絕對足夠你到任何的地方 至於電池安全性 雖然特斯拉不是一間非常老牌的公司 它賣車只有十幾年的歷史 但是以電動車來說 它絕對是一個領導者 這沒什麼好質疑的 尤其在特斯拉開始採用2170號電池以後 這種無原因的自然按鍵 幾乎是沒有了 所以我相信如果是一般正常駕駛的話 應該沒什麼安全性上的顧慮 最後關於充電的方便性 這就跟每個人情況有所不同了 如果你跟我一樣 家裡至少可以安裝一個220V的插座的話 我剛跟大家保證它的方便性 絕對比開汽油車還要更高 因為你甚至連去充電的這個動作 都不需要啦 每天起來都會有足夠的電量在等你 但相對的 如果你家裡充電不方便 而且生活動線上沒有超充站的話 那各位可能就真的要想一想了 我的Model Y在過去這一年的時間 幾乎只有使用Supercharger 完全沒有在家裡充電 除了想要了解電池的耗損之外 最主要是我還有許多的充電里程 可以幫我省下不少錢 另外在我的生活動線上有至少兩座的超充站 所以我一點都不覺得 出門充電對我來說是一件麻煩事 但或許每個人對這件事的容忍度不同 所以我強烈建議家裡不能充電的朋友 最好去租一台電動車一個禮拜 看看你能不能夠過這樣的生活 再來決定要不要入手電動車 而現在已經跟三五年前不一樣了 想要入手電動車 其實市面上除了特斯拉 還有許多不同的選擇 在美國比較常跟Model Y拿來相比的車 除了福特的馬赫一大概就是現代的 Ionic 5 另外預算比較有考量的朋友 也有不少人選擇的是Volkswagen ID.4 其中在台灣也有上市的大概只有Ionic 5 所以我就拿它簡單的跟Model Y來做一些比較 Ionic 5 EV600車型 售價190萬台幣左右 續航力號稱高達567公里 它在各方面的數據真的跟Model Y還蠻有得比的 有些地方甚至有過之而不及喔 包含零百加速Model Y長程版是5秒 Ionic 5是5.2秒 可以說是非常接近 而我個人覺得它勝過Model Y的地方 包含有充電速度 只要充電站有支援的話 它從10%充到80%只需要18分鐘 這部分是贏過Model Y 另外它還有支援Apple CarPlay 鳥看模式 以及V2L的功能 所謂V2L就是把車子當作一個移動發電機 尤其有在玩錄影的朋友這非常的實用 你可以利用車子的電來照明煮火鍋 BBQ都不是問題 這個功能我非常喜歡 另外內裝的部分 設計感這種東西很主觀 所以我不評論它的美醜 但至少它的通風座椅 我是還蠻想要的 但特斯拉大營的地方 就在它的OTA空中更新了 我的Model Y已經開了快兩年 在經過幾次空中更新後 我敢說它駕駛起來 跟剛出產的新車 應該差不了多少 雖然目前市面上有許多車 號稱擁有空中更新 但要做到這麼側頭側尾的改變 大概也只有特斯拉可以做得到了 所以如果有在考慮電動車的朋友 一定要把這個因素納入你的考量 這也是我覺得特斯拉 目前贏過所有車廠的主要原因 除了Ionic 5 常拿來比較的還有KIA的EV6 但其實它的母公司也就是現代集團 EV6的優缺點其實跟Ionic 5非常接近 所以各位可以不妨先決定要特斯拉 還是要韓國車 想要韓國車的人可以再從EV6跟Ionic 5之間 去做詳細的比較 另外市面上還有一些像BMW的iX 以及奧迪的e-tron 它的空間大小跟Model Y是比較接近 但因為售價差距的比較大 所以在這邊就先不比較了 不過我相信很多人好奇的是 特斯拉本身的Model 3與Model Y 我會選擇哪一台呢? 我也曾經有Model 3大概兩年的時間 所以應該蠻適合做這個心得分享的 首先這兩台車不用講最大的差異 絕對就是空間了 Model Y的空間在使用上 絕對是比Model 3要靈活的許多 另外在進出車輛時 感受的差距也非常明顯 因為Model Y本身比較高 所以進出顯得相對容易 而現在如果做我朋友的Model 3時 我都覺得進出車輛非常的辛苦 因為它實在是非常的低 所以如果你的車會拿來再長輩的話 我覺得Model Y是比較好的選擇啦 但是在續航力的部分 一樣是長程版 我就覺得Model 3是比Model Y要來的優異不少 尤其在長途高速的情況下 Model Y感覺耗損是比較高的 最後還有就是駕駛的顛波感 Model Y是明顯比Model 3要明顯的多 但我說這個也不一定準啦 因為我的Model Y是20吋的框 目前進台灣的都是19吋的 所以各位的駕駛顛波感 應該會比20吋的要好的許多 但如果這兩台要我選的話 我絕對是秒選Model Y 因為它的空間以及駕駛的視野 整體都比Model 3要好的太多了 所以在那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個過來人的心得 再加上台灣的Model Y可是德國製造的 我相信它的組裝品質應該會比美國再好一點 另外還有許多朋友留言問我 到底應不該加購Fossil Driving呢? 目前台灣特斯拉加購Fossil Driving 要價22萬台幣 雖然跟美國的15000塊美金相比 看起來好像只要半價不到 但我說真的啦 各位在賣車之前能不能夠用到Fossil Driving 都是一個大問號 所以各位在台灣或者說歐美地區以外的觀眾朋友 想要享受特斯拉最新科技的話 我想Enhanced Autopilot可能是你最好的選擇 因為它已經包含了有召喚、自動停車 在高速公路上的自動駕駛 以及自動換線等功能 實在沒有必要去多換那11萬台幣 加購Fossil Driving等待一個 可能永遠都不會來到的功能 尤其現在台灣日本都解封啦 把11萬拿去日本做一個深度旅遊 不是非常好嗎? 又或者像現在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時機 把11萬拿來做長期投資 日後應該可以創造更多的收益 至於預算比較有限的朋友 我甚至覺得Enhanced Autopilot都不一定要加購 因為特斯拉原本內建的Autopilot 就已經非常好用了 這是我個人誠心的建議啦 而我在網路上也看到許多人說 台灣的特斯拉定價非常的貴 但我這邊跟大家講啊 其實跟美國這邊是差不多的 以特斯拉賣最多的加州為例 Model Y長城版雖然定價只要66000塊美金 看起來比台灣便宜蠻多的對不對 但其實貓膩藏在細節裡 在美國購買特斯拉除了定價外 還要加上一筆交車以及文件費用 總共是1200塊美金 這兩個費用加總之後 再去算你所在的週稅以及牌照稅 這個在加州DNV上面都有試算的網站 算完之後我們還要再加7600多塊美金的稅 也就是在美國加州要買到Model Y 出門價至少要74800多塊美金 以現匯率用31塊來算就好了 等於是要台幣232萬左右 所以如果只討論定價 我並沒有覺得他在台灣訂的有特別貴 當然台灣跟美國的平均收入 這是有一些差距啦 但這個東西呢 其實也不能怪在特斯拉頭上 畢竟他的車就是在海外生產 他的成本就是固定在那邊 最後跟他分享是有哪些情況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再等等 首先就是我一開始講到的 家裡不方便充電的朋友 真的應該要去體驗看看再做決定 另外就是你非常喜歡白色內裝 或者有欺人做配置需求的朋友 因為我相信這些選擇 最晚明年也會跟著開放 我們車子一買一開就是好幾年 各位不妨就再等個幾個月吧 以及最後有經濟考量的朋友 我是建議大家千萬不要硬著頭皮 去買一台車 然後背車帶背得辛苦的要命 尤其在現在這個經濟環境下 整體大環境的風險 是比平常要高的許多 而車輛對我來說 它就是一項消耗品 不管它有多保值 除非你買的是那種 全球限量幾台的超跑 它還有增值的可能 所以對於經濟比較考量的朋友 我是建議大家 不管去買其他車款 或者再存個幾年 買二手的Model Y 都會是比直接去買新車 還要更好的決定 當然如果你已經前準備好 期待已久的朋友 那就趕快下訂吧 我真的很替大家開心喔 可以拿到德國製的Model Y 今天影片就先跟大家來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能有一些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內容 記得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還沒follow頻道朋友 記得按下追蹤鍵 並且打開小鈴鐺 我們在下次的影片 再跟他聊更多有趣的話題 再次恭喜台灣的觀眾朋友 總算等到Model Y了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